大家好,我是Stan FT Island的乙鸿鸡坦承自己罗患罕见疾病 收到了网友们的支持与鼓励 12月18号,永宇在提升对化农性和腺炎认识的宣传活动影片中表示 从中学时期开始,我就患有一种叫做化农性和腺炎的疾病 当疼痛加剧时,甚至会导致无法参与广播或取消演唱会 有许多工作因此被取消,我无法走路、移动 甚至无法唱歌,也无法乘坐飞机 化农性和腺炎主要发生在皮肤折叠处 如臀部、大腿内侧、腋下等部位阴气 伴随疼痛的节奏 而在韩国大约只有一万人左右罗患此病 永宇也表示,由于疮的负面印象 曾经也难以向他人坦白这些症状 即使现在有了化农性和腺炎这个准确的病名 但在我年轻时提到这个病时 周围人还是会说,你长痔疮了吗? 让我感到非常害羞和尴尬 永宇也详细描述了化农性和腺炎的痛苦 小的时候,他起初就像小小的痔疮 但随着体积增大,就会带来难以用语言形容的痛苦 当疼痛结束时,有时我甚至不知道他已经化农破裂 这时会流出血汗浓,味道也很严重 我曾经想过如果有圣诞老人 希望能收到一个健康的臀部作为礼物 那时的痛苦真的非常大 其实永宇曾经在节目中有多次提到过自己因为穿而遭遇困难的事情 但这是他第一次公开化农性和腺炎这个具体病名 他也向同样患有这种疾病的人表示 虽然向周围的人解释这种痛苦可能很困难 但一旦开口,就会感到许多舒缓 这是任何人都可能遇到的情况 真的不是什么大事,不必感到羞愧 只需要开口一次 我去查了一下 这皮肤上完全是被穿了一个洞一样,一定很痛 名人这样公开罕见病症的情况 我觉得真的很有勇气,也是一件好事 任何疾病都不是个人的问题 而仅仅是一种病 因此我们应该分享彼此的知识 我对你的坚强,所经历的困难感到同情 并对你表示支持 我以为FT Island 中最先惹是生非的会是他 但实际上他是最认真、最正直的青年 总之,希望大家不管有什么样的病都不要觉得害羞 一定要去看医生,趁早治疗 好吗? 呃,呃,不是 下一个消息是 EXO的歌曲《趁愣》 奇迹般的逆袭登上了音源排行榜的一位 2013年发表的EXO 最近在IG、TikTok等被非常多名人克服后 超快速的逆袭登上了韩国各大音源榜的一位 而在歌曲登上一位后 EXO 成员们也纷纷在IG粉丝论坛发文 与ID们分享了幸福 即使过了数十年《趁愣》也会很好听 毕竟这是陪伴着我的回忆的歌 以前听的时候没有察觉 但现在听起来感觉非常好听 原来冬天排名就会上升 但今年真的大幅上升了 感激不尽 恭喜EXO 恭喜爱丽 希望大家都能幸福